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菲律賓在地理上離我們很近 可是心理上我們卻離他很遙遠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本非常好看的書 叫做《老爸的笑聲》 這是臺灣翻譯的第一本 菲律賓文學 作者普樓山 半次傳信地描述了一個 菲律賓旅宋島平湖的鄉下 先後被西班牙和美國殖民 當地土豪財團還會趁機撈油水 可是農民才不會這樣就被欺負 他們絕佳的生活智慧 往往在夾縫中贏得勝利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四方文創的創辦人 張正跟我們分享《老爸的笑聲》 張正你好 菲律你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講到這本書的作者 叫普樓山 他很特別 他寫詩也寫文學 幼年時期生長在菲律賓 後來跑到美國去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本書 請你幫我們介紹一下它 好不好 其實蔣老實話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得到非常多的愉快 可是感受也很深 我覺得老爸的笑聲這本書 其實普樓山 因為普樓山這個人的關係 他代表了那一個時代的菲律賓人 或者說那個時代就剛好 跟現在這個時代的菲律賓也有一點說 相去不遠 那個時代是1930 40年代 對 就是普樓山他自己是1911年出生的 是 1911是不是那個中華民國成立 誕生的那一年 對 就是對我們來說是民國初年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是菲律賓剛剛從西班牙的手裡 換到美國的手裡 那整個中下階層其實還是很貧苦的狀態 就不是說美國統治就會變得很好 只是他們下面更完整的進入了全球的貿易體系裡面 那他就是負擔最底層的 最底層的這個勞務 對 美國的製造廠 也是他戰略上的其中一個 是美國的勞力來源 對 所以普樓山自己是就是貧苦的農民出生 然後飄洋過海到美國去打工 就是外勞 是 他就是一個外勞的身份 很早期的移工 對 那因為菲律賓又是美國的等於是殖民地 他去美國打工 並不是說有工作他就來 有工作找你來 他是來到那邊還要每天排隊 就像那個等出工那樣子 今天有沒有工就排隊在韓風系裡面等 對 等著今天有沒有工作做 對 沒有工作就再餓一天 有工作就是做一天 就在寒冷的美國 想念溫暖的菲律賓 然後他自己當然是有創作能力的 所以他在那樣子的情境下 寫了老爸的笑聲 那用很某一種幽默的方式 嘲笑自己的家鄉 可是又懷念自己的家鄉 因為它裡面都是短篇 你也有看嗎 就是短篇的小故事 你看起來非常荒謬 可是他在這個荒謬的劇情中 又呈現了他們家鄉是什麼樣子 像你剛剛說土豪怎麼樣去欺負農民 那農民怎麼樣也有反制的方法 是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有一種很驚異的熟悉感 一個貧湖的鄉下 然後他們選舉啊 他們面對財團欺負的時候 他們都有反制 知道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兩個故事 我們先講選舉好了 選舉台灣人最熟 對 台灣人非常熟 菲律賓也很熟 就是不要以為只有我們台灣是民族選舉 大家很熟練 菲律賓更熟 你看照婆羅山寫的 他們從美國統治之後就開始有選舉 但是有選舉就有舞弊 對 然後候選人會買票 所以她 婆羅山從她爸爸的角色 對 所以正常要選舉了 有四個還有五個候選人 然後爸爸就帶著五歲的她 就每一家去 每一個候選人那邊都去吃 不見得是有的 而且吃不是只有嘴巴吃完 還帶一個布袋 對 每一個男人腳邊都有一個很大的布袋 對 而且也不是只有她爸爸帶布袋 所有去吃的人都帶布袋 就換成台灣的狀況就是流水洗這樣 吃草米粉 對 對 對 就是這些底層農民就是互相知道 我知道我弄不掉你這個角色 我也知道選舉我們不可能選得過你 就是這幾個人可以選 我就來 我就吃飽 吃飽還有拿飽 對 然後再換一個可能就是 他四五個候選人吧 都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是說法官 對 那個很妙 我來這邊就是簽名 簽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就可以領錢 就是匯選 是 而且還問你說 你有前科嗎 有嗎 然後就 也許就不見了 對 前科就可以劃掉 你只要票投我 前科就會劃掉 是 那四五個都是有各種不同的 其實就是所謂的選舉花招 各種不同的手段 那這些選民呢 其實也從裡面拿到一些銀頭小利 那就 因為他可能對大的制度不指望會改變 那他我先賺一點小的東西再說 一邊很好笑 又很可憐 你看到那個他爸爸拿著布袋裝食物 然後跟狗在爭搶的那個畫面 就覺得 怎麼應該去 應該我們要棄決這種選舉方式等等 但是如果是 比如殖民主 美國是把這個制度放過來 然後這邊菲律賓的上層人士 也執行這樣的制度 而且就是 偷雞摸狗一點 那下面的交香賊 我自己的確看不出來有什麼 有什麼 改變的可能 那 就如果我們不革命 我們不發起社會運動 我們沒有要慷慨激養的做這些事 這些只會拿出頭的農民 他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對抗這個制度 對 不過你也很難去指責說 這些底層的人就看到這個制度不公 然後我們就也陪著他一起玩 對 因為你說他都吃不飽了 下一餐不知道在哪裡的人 你說他要有什麼餘裕去規劃人生 對 他自己的人生都沒辦法規劃 國家的 國家的未來 你不要求這些吃不飽穿不暖的人去想這些事情 我覺得那個指責又太嚴厲了 對 好 我們剛剛有講到 有一些農民其實尤其是他的老爸 這本書的主要主角就是老爸 老爸對於這些土豪相生如何欺負他們 其實是很有他自己一套凡志之道 我覺得另外一個故事也非常有趣 他在講到他的兒子 依錦榮歸回家鄉 但是卻幫著政府來欺負農民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個故事 他們家 他們家還有一個兒子 那個兒子也跟老爸一樣 其實很火爆 我那時候看到覺得最好笑的是 這個兒子每年出去闖蕩 回來之後大家就歡迎他回來 然後沒多久之後要出去 所以大家一起送他到火車站 上火車之後大家全家就趕快跑回來 他這次又從家裡偷了什麼 就是因為他這個兒子每次回家 會帶一個禮物 可是走的時候一定會 把家裡什麼東西偷偷賣掉 不是賣一頭牛啊 就是賣一個什麼東西 那最後一次回來 這個兒子變成一個財團吧 其實可能就是鎮商的那個財團 他專門負責來收菸草 跟農民收購菸草去賣 低價收購菸草 然後再拿去賣有暴利 那他爸爸就種菸草 然後種了菸草賣給兒子 可是他爸爸也知道這個 這個上面 兒子不老實 不老實會偷金減量 既然以偷金減量 我也 他這個算什麼偷金家糧 反智之道這樣 那把菸草灌水 對這個已經 這個其實我都還可以想像 把菸草弄濕 他們是襯金來算 所以濕的就比較重嘛 這個其實台灣人很聰明 台灣人也會嘛 賣舊報紙的時候把報紙弄濕 那爸爸更厲害 就是在裡面加鐵塊 在菸草裡面 一菸一菸一菸裡面加鐵塊 這超重的啊 這超重的 可是那個也是一枚上下交相 是 他兒子的那個襯呢 就是不準的襯 就是會偷金減量的襯 結果沒想到這個菸草 菸草菸裡面也是不老實的 變成鐵塊 就是他爸爸每次賣菸草之前 就請小孩子蒐集村莊的所有鐵塊 然後都塞到煙草裡面去 然後他 然後一成就哇 超重的 就可以換很多錢 他兒子很生氣 可是他也不敢揭穿 不是因為他們是父子的關係 因為他自己的襯本來就有問題 最後因為鐵塊掉出來了 所以發現 那沒關係 他爸已經賺了很多錢 而且這老爸更覺得是 還把這個方法交給其他的村民 我告訴你 你鐵塊放進去就可以了 拿去給我兒子的那個襯 這樣你賺多一點 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故事後面 一個有意思的是 後來他兒子就跟他爸爸吵架 兒子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害我丟了我這個職業 雖然不是一個什麼很好的職業 很光彩的 可是他爸爸說 你知道我賺來的錢 幫你買一塊地 所以他後面還是又很溫馨 其實那也是所有 我覺得不管是鄉村或都市 所有的親子之間的關係 就我跟你有仇 我跟你吵架 甚至我瞧不起你 可是那個親子的那個感情 大概還是跑不掉 如果你剛好有空 你願意去跟他們講講話嗎 當你改 當你有這個意願 張開眼睛 打開耳朵 開口 跟印尼的幫傭 講一句 阿巴卡巴 印尼化的你好 印尼你好 阿巴卡巴 他馬上就會很高興 會願意跟你聊天 講得不標準也沒關係 他理解啦 心意你知道 就像洋人到台灣來講 跟你好嗎 我們也會很開心 對對對 看老爸的笑聲的時候 我剛剛一直在說 我看他有一種很熟悉的親切感 覺得菲律賓當時 193040年代左右的那個時候 菲律賓跟現在台灣 其實還是有很驚人的相似處 我自己在看這個書的時候 除了說菲律賓193040 是那個樣子 那可能是鄉村 鄉村農田裡 對 那現在的菲律賓 我覺得好像 依然如此嗎 就我 當然不是路當然變薄幼路了 是是是 可是人民的處境 可能是很像 對 但是那種權貴 或者財團 跟底層的人的那個關係 還是很像 那當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看的時候 就會對照台灣 你發現其實也差不多 就包括剛才講的選舉 美式選舉 然後財團控制 控制大部分人的生活 然後我們 司法又不公 有啦 我們當然台灣還是相對公 相對公 可是還是有很多 可以改進的空間 或者人民 就是偶爾發發怨氣 可是不太去從 真正的制度上去改它 我們在這個不好的制度下 找到自己求生的方法 就得過且過 很像 我覺得非常多狀況是很像的 對 那如果政治繼續不親民 大家繼續 顧自己的銀頭小利 從違規停車開始 或者從違建開始 就是會不會整個制度會崩壞 然後就所有的人都必須出國打工 替人家做3D的工作 就是比較困難的 3D是困難的 困難的 困難的 危險的 危險的 很髒的 很髒的 髒的 危險的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對 所以看的時候你笑 可是你其實 我相信你也會 就是有一點心情 酸酸的 對 那 也很恐怖 你又覺得這些 他寫的這個老爸 這個窮人家 很好笑 很可憐 可是會不會那樣子的社會狀況 跟台灣 就我們台灣 會不會也變成這樣子 我知道張正這幾年 非常認真的在關心 台灣越來越多的 東南亞移工 還有新住民 你之前也創辦了四方報 然後最近在做電視 我看到一個片段 非常有趣 來參加你們的活動 對 你們到處去問 在台灣的 東南亞移工們 邀請他們來談談 自己在台灣的生活 台北深山東門的外面 他正在做那個 改建工程 然後這一些是印尼勞工 那他們其實假日 我不敢確定 是不是每個假日 每個假日都會有 印尼勞工在那邊 對 那他們就 其實就整天 坐在那裡 然後就聊天 然後有人 那吉他不是我們給他們的 吉他他們自己本來就在彈 是 那我們的這個 唱四方節目 就到他們的現場 到台北車站 或者到任何他們會聚集的地方 就麻煩他們唱首歌 講講話 然後對著鏡頭 跟家鄉講講話 或者跟老闆講講話 對著鏡頭 然後開心 像這個人多 這個是很開心的 對 我們唱完歌 他們還有唱另外一首 是他們自己做的歌 叫做 寫給民意代表的歌 對你們要聽聽我們人民的聲音 應該還什麼什麼 就是還蠻 蠻社會的 是 那這個圍籬 當然不是真正的工地 我們也會去真正的工地去錄 就是約好 像我們去 在正在興建中的發電廠 假日的時候去那邊 那邊有幾百個人的老公 對 都是東南亞義工 台灣現在54萬55萬的 對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泰國 台灣目前就只有四國的 所謂外勞 我們繞回去談的話 就是這些老公 他們對國家經濟是有貢獻 對 他們賺外匯 但是也的確在 人在海外就難免 你就是異鄉人 想家是一回事 當地的主流社會 對你接不接受 其實大家多關心一點身邊 你會發現 像我每天上班的路上 我會經過一個小公園 那小公園推著老人家 台灣的老人家出來的 都是東南亞義工 或是我們有時候 跟朋友出去吃飯 朋友有小孩 可是在旁邊抱著小孩的 不是爸爸媽媽 是他們請來的 其實他們在我們身邊好多 幫我們照顧老人 照顧小孩 做我們不想要做的事 可是我們對他的了解 非常的少 或者是有一些人 對他們有一些 不是太好的誤解 我覺得可惜的是 我們不是一再講台灣 要國際化 對 我們國際化 我們都一直說 我們對外國人很友善 對 而且我們要國際化 我們要去美國 去法國等等 我們現在推一個東西 叫做在地國際化 其實你根本不用 買飛機票就可以在台灣 對 看到外國人 或者跟他們接觸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跟他們接觸 對 就是如果我們看到公園裡有 通常現在是印尼的邦憂 是 可能不是你家的 可是如果你有剛好有空 你願意去跟他們講講話嗎 當你改 當你有這個意願 張開眼睛打開耳朵 開口 跟印尼的邦憂 講一句 印尼化的你好 印尼你好 他馬上就會很高興 願意跟你聊天 講得不標準也沒關係 他理解啦 心意你知道 就像洋人到台灣來講 跟你好嗎 我們也會很開心 對對對 對他表示友善 對那表示你有善 願意打開 打開你的心 去跟一個 也許他的社經地位 比你低的人 願意跟他講話 他是很開心的 然後其實那個也才是 你真正要國際化的開始 就我們台灣人真的要國際化 不是一定要到歐美日韓 才算接軌國際 接軌東南亞也是 是是是 他們也有他們厲害的地方 文化悠久的地方 或者苦難比我們還深的地方 是 網路上很久以前 就流傳了一張地圖 對對對 那個地圖是 台灣人的世界觀 對對對 台灣人的世界觀 然後到東南亞這塊 就是有很多瑪莉亞 他在還不錯 那個畫得還蠻好的 就是菲律賓那邊 都是瑪莉亞的國家 都是瑪莉亞 然後中南半島那邊 就是一些差不多的國家 所以我們搞不清楚 越南 寮國 泰國 馬來西亞的相對位置 那張畫當然是 故意的諷刺的畫 好像叫阿芳吧 那個畫的人 我們後來有跟他 取得授權 把他那張畫拿來 對 可是的確反映了台灣 對東南亞的末世 陌生跟不了解 不過我覺得這是不到 怎麼樣 不聰明吧 對我們來說也是不聰明 是 那他們明明就在我們隔壁 對 然後 而且現在有 我剛剛說 五六十萬的外籍勞工在台灣 有二三十萬的東南亞配偶在台灣 我們還是以為他們是差不多的國家 對 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那我覺得重要的是 他們身上帶來的這些文化資產 泰國來的人跟越南來的人 他們的後面的思考不一樣 他們背負的歷史文化不一樣 這些東西加到台灣現有的這個文化 如果你把它善意的融合 互相結償不斷 其實台灣可以變成 可以發展出一個更新的東西 對 但是如果不好好 有點敵視 或者瞧不起這種方式來對待的話 這些人的確會變成台灣的負擔 可是這個負擔不是他們 原因不在他們 在我們身上 我們不夠開闊 我們就說不行 你來台灣之後不准再講越南話 對 那這個人其實就被廢掉一半 對 他本來他二三十年 從越南 用他的母語學來的知識背景 他都必須通通要轉變成中文 那中間會損失掉多少 還包括他的自信心 對 那這個人可能就浪費掉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正面的歡迎他來 他來一定會學中文 會學台語 對 然後再加上他本來就會的東西 其實是讓台灣的文化 更豐富 更強壯 人家是一年一次的開災節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 就像我們的新年 開災節是伊斯蘭教的最重要的一個經歷 那他們能去哪裡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從一件事情裡面 我相信大家都有所受益 就是去年在台北車站發生的那件事 就是東南亞移工們 他們在那邊過伊斯蘭的開災節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件事 後來又有什麼改變呢 大部分的台灣人透過媒體看到 哇這邊 台北車站全都是 看起來是東南亞的老公 大家也不知道哪一國的 其實主要是印尼的 就很驚訝 什麼被攻占 那台北車站其實 我不怪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其實就是一個公務機關 他就直覺反應 那我們趕快維持秩序 因為有旅客抱怨 他只好處理 的確會 我覺得也是該處理 是 那 可是後來當然就有一些外勞團體 也其實跳出來 就人家是一年一次的開災節 嗯 那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 就像我們的 農曆新年 或者像基督教的聖誕節一樣 開災節是伊斯蘭教的 就最重要的一個經歷 那他們能去哪裡呢 嗯 而且他們尤其是家庭幫傭 一個月領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塊 你知道要去唱KTV嗎 那個錢花不下去了 那個多少錢 對 而且所以他們可能就會在交通 最方便的地方聚集 他也沒有想要去購物 他就是要跟他的朋友 用他的母語講話 只要相聚就好了 那這 在東南亞坐在地上 是很正常的事情 台北車站大廳 其實就因為這兩年 把它打掉 本來賣票大廳 賣票停在中間 對 本來賣票窗口在中間 他移到旁邊 中間弄了一個大的 那個有點巴洛克還是什麼的 是 所以那邊很好坐 很好坐 大家就自己就坐下來 對 對 那 所以很多台灣人 一方面不知道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知道的是 一年一度開災節 你可能心裡會稍微 釋緩一下 對 你看我們跨年 還不是把人家 打紅的 101級的水切不通 對 媽祖繞行也是一樣有他的 會影響到大眾生活 對 那開災節的確也會影響到 我們的生活 可是你如果比較諒解 一點的話 那可能心裡會好受一點 那如果台北車站 那邊有先預防 對 他知道這一天 一定會有這麼多人來 對 那我就先多做一些標示 走道流出來 不要用那個圍欄 好像只差沒拿鋸碼出來 就是用紅龍這樣圍 感覺就是 你們出去你們很可壞 不可以留在這裡 不過後來像2014年 去年就比較好了 就他們有前一年 兩邊不是人的經驗 就被台灣旅客罵 也被外勞罵 被外勞團體罵 那去年他們就稍微 就已經有事前預防這個事情 有貼一些地 那個叫做什麼 地貼 然後這邊是走道 這邊不能坐 這邊 你可以坐這邊這樣 所以台鐵從這裡面 學習到一件事情 不是我們也學習到一件事情 這是他們的 一年一度重要的節日 他們只是在繁忙辛苦當中 想要有一天可以跟他的家鄉來的人 一起好好共聚這一天 我們現在有最新的一群人 走進來台灣這裡 是不是其實也是一個 大家互相敞開心胸 跟他們學習 對 對 我當然也建議這樣子 就是移來以往 我們也會移出去嘛 我們也會像現在到澳洲打工 或者早年大家拼命要去美國拿綠卡 對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變移民 我們都希望原居地的人 是對我們這些移民是 友善的 友善的 至少平等對待的 是 那我們今天在台灣 我們有機會當主人 對 因為我們可能把台灣弄得還不錯 對 而且我們請他們來的 是 我特別每次都要強調 是我們請他們來的 那是不是可以給他們一個 跟我們台灣人比較接近的位置 對啊 今天非常謝謝張正蘭 跟我們分享老爸的笑聲 謝謝 我們都沒提到他 有有 前面有